你们先去拍一下咱们的这个礼盒 亲爱的啊 除了中秋佳节 除了松月饼 我们还有更多更营养的 是不是 这些东西就可以去拍 在我们的50号链接 好了 除了我们的这个礼盒装的一个花椒之外 我们来说一下咱们这个五指茅桃的一个代用茶 亲爱的 就看一下这个 齐康一号 是不是 五指茅桃 亲爱的 它这个是居家药食 可以同时饮用的 可以当茶 亲爱的宝贝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里面是含什么的呢 就是五指茅桃 然后芙苓 玉米须 桑叶 甘草等等 这些成分宝贝们 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 有什么功效呢 宝贝们喝这种去湿的茶 就是可以健脾不废 就是有的新人说 特别的家里有的老人喜欢喝茶的 其实偶尔会有点 可能抽烟会 就是各种 就是说比如说会咳嗽也好 或者喉咙会有时候不舒服的 那你们都可以喝这一种 亲爱的 其实里面含有的成分叫五指茅桃 其实也名叫 也叫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叫五爪龙 亲爱的 五爪龙呢 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中药成分里的东西 亲爱的 因为它是有良好的一个中药属性的 咱们的一个国一大师邓铁韬 在临床的时候就经常会用这个成分去做一些中药 去配合一些中药去做 那我们像 像这一个的话 它这个代茶包就是可以做养分茶 你也可以平时亲爱的 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个礼盒 像拍一下我们的这个刚刚花椒 拍一下咱们的这个代用茶 一起去当个礼品去送给就是送长辈都非常的棒 一个养生茶可以替代一下 就平时那些长辈们喜欢喝茶 但是又不注意养生的宝贝 你们可以去喝一下这一些 去尝一下 尝一下这些代茶包到底好不好喝 宝贝们 我们是喝过的亲爱的 都非常好喝 宝贝们 我们回购的宝贝们都是好评这种 有宝贝没有拍过这种代用茶的宝贝 就赶紧去拍一下 它里面是20个小包 20个小包 一小包一小包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打开看一下 这个可以开的吧 可以可以开吧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瞄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 我这个怎么这么懒 来 给我 小姐姐去看一下吧 不开了 来 我们刚刚除了刚刚这个代茶包 就是养生茶之外 然后我们再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 广东的一个汤 一个煲汤的一个药材 亲爱的啊 广东煲汤的一个药材 给你们看一下 它也是配用的五指茅桃 亲爱的五指茅桃 其实啊 跟刚刚刚给大家说一下 正在喝 刚刚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功效就是相当于一样 就是脾胃气虚的 咳嗽类类之类的 都可以去喝它的啊 一个煲汤的 也可以啊 来 刚刚的代茶包 就是这样子的宝贝 你们看一下 黄金色的包中啊 这么高级啊 拾开看一下是吧 是这个啊 五指茅桃的代用茶宝贝 这样一条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香烟的感觉 是不是 来 这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 代用茶包 宝贝们啊 可以买回去 现在可以刚好中秋节 凑成一个大礼包 送给我们的长辈 好不好 还有这个包汤的 像我们的长辈妈妈们 经常会包汤 给宝贝包也好 自己喝也好 是不是 也要一样 在广东人民都会包汤 就会养生 是不是 那像这一种的话 也是一样啊 不管是就是有连 气虚的咳嗽的 都可以用它来补 对不对 死补 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补 然后注意养生 肯定没错 宝贝们啊 这一种的话 里面是一大包里面 有12小包 12小包宝贝们啊 所以想喜欢用这种 特别有的 可能广东的朋友 有一些 他们就知道 这个五爪龙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 就相当于重要成分的 一个东西啊 宝贝们啊 对就是包汤也好 平时去泡茶也好 都可以啊 好了 这两个的话 就跟大家讲的了 就是我们齐康的一个 五指毛桃的一个汤药包 还有咱们的一个 代用茶包 养生茶 这个51号和52号 没有拍的宝贝 建议大家去拍一下 去尝试一下 好